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但是也能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着急了 说到这 杨绝的演习攻略 这个剧组的人真的有毒 演员和于正的微博简直就是两个画风 于正整天在微博严肃的负责夸自己 夸演员 夸剧情 夸不化道 而其他演员就负责欢乐的闹腾和互动 怎么说呢 有点像一个操碎了心的老父亲 带着一帮小兔崽子 先说演员之间超级欢乐的互动后 剧情没有更新的时候 杨绝是靠着他们之间的互动活下去的 剧情演到贤妃快要黑话的时候 蛇狮满发了一条微博 说自己先够了 要忙起来了 美音乐的扮演者吴锦严就在下面评论 长春宫小霸王表示丝毫不虚 皇上聂愿也非常皮的转发了这条微博说 贤妃 正看你有点不一样了 没想到皇后娘娘秦兰比皇上更皮 也转发问 怎么不一样了 感觉聂愿吓得都要跪罗尹了 为了配合CP剧情 纯飞和秦兰在微博上互标记了土位情况 隔天 聂愿就把版和CP和德体CP的热搜截图下来 发了一条微博 表示黑人问号也 要猜测他的内心OS在说 我还是不是男主角了 但是现场 聂愿偷拍了李玉和高贵妃的互动 这个深夜人就发了个微博 问高贵妃是不是忘了李玉看着自己超惊的时候了 哈哈哈哈真的很细惊 于贵人生下五阿哥之后 秦兰发了一个全民动五阿哥认亲的微博 古剧记和苏友鹏这两个五阿哥都纷纷转发 最好笑的是苏友鹏转发的配图 就是下面这张 本来在喝水的羊差点喷出来 昨天的剧情大家看了吗 没看可能 要被剧透一点点了啊 就在昨天 高贵妃终于领合法下线了 但是高贵妃本人谭卓就在微博撕 吼 我不 一旁的女人幸灾乐祸 说邀请她吃河饭 谭卓问她 您 不想就一下 您打个12042啊 他们之间的互动 真的可以断自首 除了这些互动之外 演员自己在微博也很会玩 无仅言动不动就向粉丝们征集自己的表情包 更可怕的是粉丝的表情包真的真的 真的超级好笑 比如下面这只猫 这难道不是魏英洛本人吗 魏英洛本人二 还有这个素质二连 真相警告 以及杀人如麻的弱女子本人 除此之外粉丝还给自己加了很多戏 徐凯有一天到了粉丝第一张图 是粉丝为了自行和得体费辟的糖 硬生生把复横和魏英洛 辟到尖嘴的图 这张图真的笑死羊了 非常有魔性 还有个类估与他们在一起的杀雕表情包 也是任何好笑 这个就刚开始播的时候 网友们吐槽过戏里的造型和装发 说高贵妃的咬唇装像含了一口血 高贵妃的珍珠皮肩像猪八戒同款 还有人说像红富士苹果的包装 淘宝上甚至出了同款 青蓝的发型则像小猪佩奇 都被这些演员用死黑段子的形式一笔带过了 这些举动还挺拉好感的 好了 讲完了以上小兔崽子们闹腾的微博 余政这个老父亲就开始跟在后面擦屁股了 就刚才说的造型的问题 余政发了好多条微博 专门政经给大家科普和解释 例如杨纯装是尊重历史 珍珠披肩是花了很大功夫复原的 各种科普剧本故事出处 这部剧从头到尾多么尊重历史 夸自己的画面配色 甚至因为孵化的问题和媒体正面撕逼了 说到孵化撕逼 要这里简单和大家说一下 这次撕逼主要是因为余政接受了一个采访 他在媒体面前说 自己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孵化 倒是全中国最牛的 之前被戏称为阿宝瑟的剧集 也是因为学他的人太多 做出了很多山寨版 而且山寨们根本不懂美学 虽然这次年喜攻略 那孵化倒真的进步很大 但是网友和媒体还是觉得 他说这个话太狂了 毕竟之前余政的剧 色调却确实实看起来有顶楼这次延续攻略的色调 终于用了高级了一次 就把自己吹起来了 不过梁虽然不是很同意 他说自己是孵化倒是全国第一 但是确实也认可他这次是真用心了 像于郑微博所说 这里很多妆容和造型都是仿造清朝的女人 道具也是动了脑子之后才采购的 拿高贵妃的投是举例 高贵妃头上的这一团蓝色的东西叫点翠 点翠工艺的发展于清代 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 是些用金或流金的金属 做成不同图案的底座 再把翠鸟背部亮丽的蓝色的羽毛 仔细的相信在座上制成的 在当时确实是只有位高群众的紫禁成飞子 才能用得起的手势 现实中的点翠长这样 还原度可 你说是很高的 不过唯一不像的可能 就是清朝女人 更多是把头发盘 在后面或者两边 很少有股出来一坨盘在头顶上 但是总的来说 相比起那些湖边乱造圈前的剧本 演习攻略已经算是真的很良心的了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最后这一段话 依旧是为了求赞写的 祝给杨点赞的姐妹们 都能像皇后娘娘秦岚一样 37岁了还能拥有少女姬 和杨一样喜欢复朝皇后的仙女点赞我 然后请看 我 努力 写 我 写